7月25日晚,前火箭少女101队长亚米在某直播中回应节约事件 当主持人问道,和过去的自己battle的怎么样时 他回答,嗯,还在battle,不过胜利在旺 那就预祝亚米早日成功,再次成王起航 据悉,7月21日,前火箭少女成员亚米公开经纪公司会议的录音 老板徐明朝盗着员工的面说他很丑,不时尚,没有价值,唱歌难听 原来只是一个伴舞而已 还称亚米可能想不到他会在公司开他的批判大会,引发网友热议 录音曝光后,前火箭少女101成员杨超越,赖美云,张子宁,桑宁纷纷发文力挺亚米 7月22日中午,徐明朝再发长文承认职场PUA并向曾经的同事以及其他艺人道歉 但接军表示不会向亚米道歉 还表示,昨天亚米曝光的那段音频被剪辑过 称亚米只是想解约,想多赚钱,引起网友热议